这只黑狗太想一起了 它的兄弟头上套了一个瓶子 已经十几天没有进食了 面对好心人给它们准备的狗粮 这只黑狗竟然也陪着它不吃不喝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它们的感情很深 从外观来看 这两只狗长得很像 有人说十几天不吃不喝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 又是说恶作剧把瓶子套到它头上的呢 后来经过打听 这两只流浪狗是秦兄弟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了 它们平时都在小学的垃圾堆找书 里面有很多空瓶子 有时候它们为了能吃到里面的饭渣 会把头直接渗进去 难免会有卡在里面的可能 头被套住之后不带视线受损 更是无法进食 它也试图想摆脱瓶子 但无奈没有人类灵活的双手拔不下来 黑狗也没有办法 它一直往前走穿过一个家道 最后跑到了一个山坡后面消失了 经过一下午的寻找 直到晚上都没有找到它住在哪里 后来听这位大姐说 它们经常在荒地的树下面休息 于是按着方向走过去查看 从草垛上的坑我们可以看出 果然有它们生活过的痕迹 于是就在这里安装了摄像机 过了一个小时 镜头里面显示一只黑狗 缓慢地走了过来 它显得很疲惫 直接爬到草地上休息了 才过一分钟 哥哥也带着瓶子回来了 它用舌头不停地舔着瓶子 显然非常的渴 我们看它这么痛苦的样子 于是决定天亮开始救援 第二天天空下起了雨 它们穿着雨衣商量的救援计划 准备用绿网布下陷阱围堵它 黑狗看到志愿者过来后很害怕 扭头向里面的小鹿逃跑 志愿者赶过去之后发现 它在废墟的家道里面 由于头上戴的瓶子太大 原本可以轻松通过的缝隙 现在却被卡在了这里 既然无法往前走 那就先往后退 可瓶子卡得太紧 在往后退的一瞬间 瓶子居然被拔了下来 黑狗终于摆脱了这个带了十几天的瓶子 即使这样 志愿者并没有终止救援 没有瓶子的束缚 它跑得很快 顺利地进入了事先埋伏好的区域 志愿者按照计划挡住了路口 然后拿着捕捉网进行围堵 最终成功将它绑在了地上 黑狗很害怕拼命地反抗 另一名男子拿过来毛毯 抱着它放进了宠物箱 这名大姐说道 已经十几天不吃饭的它 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力气 黑狗成功地被送往了宠物医院 经过一系列检查 拍摄结果显示 它的胃里面已经完全空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它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全靠下雨的时候 河顺着脖子流进瓶子里面的雨水保密 除了营养不良耳朵有磨损以外 并没有其他疾病 另一边大姐和好心的邻居 给黑狗准备了温馨的狗窝 还有爱心地铺上了厚垫子 定时给它提供食物 它的亲兄弟很快已找到了它 还真是因祸得福 这两兄弟再也不用去垃圾堆找食物了